慶赞中原 仁里万善庙举办了寡杯大赛 获得上千信众的参赛及战谱 而庙方也集结大家的爱心捐赠了30份的普度物资 还有150公斤百米关怀吉安乡境内弱势家庭 6号上午举行的捐赠仪式 乡长游淑珍感谢他们的善心一举 也到现场颁发感谢壮 6号上午许多民众都来到仁里万善庙参加寡杯大赛 有的人为了获得最高奖金紧张的让手不停发抖 也有的人士跪着一表诚心默念祈求大奖降临 这紧张场面为活动增添了不少乐趣 这是仁里万善庙为了庆占中原 即陈胜宫206周年圣诞纪念日所办理的宝杯大赛 获得千位信众响应参赛及战谱 庙方也集结了信众的爱心 捐赠30份普度物资及150公斤的白米 要关怀吉安乡内的弱势家庭 每年的中原普度也就是7月14号 是我们万善野陈胜宫的生日 当然大家都会我们既然乡亲都会来这边参加普度 除了跟我们陈胜宫祝寿以外 也希望说给大家心中有不一样的感受 所以说我们就举办了这个寡杯的比赛 那去年是最好的奖品是电动机车 那今天我们加码也就是特奖12万的创业金 这个普度的物资 然后有的也是说他们也愿意提供出来 给我们吉安乡的那些弱势团体 那我们庙方也是配合 为了感谢信众大德的善心善举 吉安乡长游淑珍也亲自到场颁证感谢状 同时也替会场中的宝杯王颁证特奖12万元的创业金 以及电动机车等多项豪礼给参赛获奖者 我们看到了今天宝杯的这个决赛 从12万一直到各项iPhone 跟我们的电视机的这样的一个捐赠以外 其实也带给我们的热视家庭 我们的油米跟物资的捐赠 那长期以来 我们吉安乡公所遇到了个案 也会来请求我们万三庙来做支持 所以吉安乡公所 淑珍今天特别带来了对万三庙满满的感谢 游淑珍感谢万三庙的慈悲 也感谢长期以来庙方管理委员会 与政府攜手牵起乡内急难救助关怀情缘 为社会弱势注入三星暖流 代表曾经受过救助的乡亲至上感谢致意 也承诺会将万三庙的三星 落实传递至乡内的关怀户当中 记者徐立青 吉安乡公报导